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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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想被加工成为稀土金属 合金 磁铁等高价值材料 就必须先由我们或者我们控股的企业经手 同时 从1983年 我国就开始申请国际稀土专利 14年后的1997年 我们的稀土相关专利超越美国 到了2011年 我国的稀土相关专利则比全球其他国家加起来都多 而在2011年到2018年之间 我们的申请速度增加了250% 比美国多了2.3万多件稀土相关专利 众所周知 素有工业黄金制美业的稀土是高科技的润滑剂 除了电子 激光 核工业 超导等高新领域之外 构成战车 导弹 战机等军事武器装备的合金材料当中 同样需要掺入稀土成分 才能够大幅度提高产品性能 很显然 一旦失去稀土 以航空兵位代表的美军力量 其实力将会大幅度缩水 那么观众朋友们觉得 除了稀土以外 还有什么我们的资源是应该慎重使用的呢 欢迎各位在留言区写下自己心目当中的答案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点击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迷彩虎军事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